话说这开封府内有一奇物 名唤一阳静 得知便可通阴阳诸事如愿 近日此宝物竟不翼而飞 何人报案 包大人 大人 我冤枉 我又不在场证据 案发当天我与武蜀在一起 我有意义 包大人 此物便是在现场搜集到的毛 与白玉堂披风上的毛一致 王朝马汉 狗狗闸伺候 包大人 王朝马汉没有模型 而且阴阳镜已经找到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师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 就知道我们IGFB 推去哔哔哔哔哔 还有Discord 我们在开头的时候 有看到那个这次的 《三峡武艺》的包青天 然后展昭跟白玉堂的这个宣传的动画 那我觉得这次动画做的相当精致 跟之前的比的话 我觉得这次做的蛮精致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次的抽奖内容 还有他这次有宣传有暗示什么东西吧 不过我觉得里面呢有很多梗啊 像那个《我有异议》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逆短裁判的梗把它拿进去的 所以我蛮好奇它的那个里面的活动到底有是怎么样的悬疑活动 那大家去游玩 然后也不知道这次的活动剧情到底有没有配音呢 那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三峡武艺》呢 作者是史玉坤 那就是主要是讲这个北宋人中年间 不过以朝代来说也是相当符合天地姐手里面的 跟天地姐单机版里面的这个时代啦 差不多宋朝的时候 那这个是第二天地姐手游国风企划的第二部作品《三峡武艺》 那之前是刘哉之一嘛 念小倩 好 那目前的话 就是有说了展召 这个是岩属性 然后侠客 那白月堂是冰属性的御风 那我是蛮想抽的啊 我还是蛮想抽 联动的基本上我都蛮想抽了 那这个就是女生版的白月堂 那大家有看过那个刘德华跟张博兹演的那部电影吗 应该都有看过啊 虽然那部电影蛮久了 好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这个 《三峡武艺》的活动联动吧 好 那再来就是一个活动剧情没有推出的这个 将侠与异公案进行完美的结合 然后公案故事会以 威胁的喜剧色彩呈现威胁轻松可调 然后大家有看到那个 王朝马翰吗 然后那个 旁边的人就说 就说王朝马翰没有模型 好 然后后面就是周边的部分 然后感觉一一会加入进去跟着探查 因为里面的现场动画就一一出现 跟那个领取啦 好 那目前就这个样子 那抽奖活动大家再去关注一下 好 那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就是《三峡武艺》的联动 这不算联动 算联动吗 国风企划 不是联动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 那希望我们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的IG FB 追去BB的 还有DISCO 欢迎各位 敬请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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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